我都看得出来了 你讲吧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如今台长 儿子 1992年属猴 在2012年 曾经有过犹豫战这样的样子 儿子 儿子 第几年呢 1992 属猴 对 你现在问什么问题吧 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能够自豪 完全 她有 她有一个老太太 可能是你的 你的妈妈还在不在 还在啊 奶奶外婆她 奶奶去世了 爷爷去世了 我讲给你听奶奶的样子好吧 头发往后竖的 对 对不对啊 眉毛很淡 眼睛不大 鼻子蛮大 好了 就是她 在她女儿子身上 你不把她念掉 你儿子还是犹豫症啊 你要把她念掉 要要要 明白吗 请问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她要67张 好吧 念掉之后她会来的 放生多少条 两千八 两千八 好吗 你很好 但是你要记住 你这个人气量太小 气量太小 听得懂吗 你看 你边上那个 边上是谁啊 姐姐 你姐姐还能讲 对不对啦 气量小啊 什么话都听不得 什么事情都弄不弄 一点点事情 马上就挂在心上 放不下 气量太小了 你看你姐姐气量就大 像男人 我什么都看得见 我问我儿子好吗 1990年初嘛 我就一个儿子 想问什么啦 跟他 婚姻 我还没结婚 没结婚 谈了第二个了 你这个儿子傻傻的 很容易被人家女人骗的 对 傻傻的妈妈不傻呀 实际上儿子不能谈恋爱的时候 就妈妈冲着去谈了 因为你在 你怕什么 你儿子不会吃亏的 你看你姐 你妹妹有点笑 因为我比较凶 你当然比较凶 你很厉害 你这样吧 你给你儿子赶快每天念七遍心经 好不好 好 好吧 好好念心经 谢谢了 路太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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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